要是没有中国人在这当教授 这大学肯定也去大学 说到哪个医院 这医院里没有中国人当医生 这医生这医院肯定是 这不是好医院 所以现在一看到硅谷来 才知道咱们中国的精英都在这 这要是战争的年代 一颗炸弹掉到咱们这屋 咱们硅谷的地下党算是全网了 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来美国 有些人说我来美国 我就图这个美国梦 这美国梦是我这一辈子追求的目标 我说错 我说美国梦太容易实现了 所以你买个房子 买个车 咱中国人又充分稍微一努力 就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有什么可信 年薪有个六万八万 是不是 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了 咱们在座的 够这水平的人给我举手看 我看 举手举手 咱这没有税务局 没事 举手吧 是吧 这个水平太容易达到 对不对 在这的中国人像我这岁数的 四十来岁的 达到这水平好几圈的人都有 可是为什么 我一看像我这一代的人 怎么还心里边觉得好像郁闷 觉得好像不是特别扬眉土气 心里边老有一点这个啊 这个这个惆怅 为什么 我想来想去呀 我就觉得 就除了这个美国梦 咱们虽然实现了 可是咱这中国梦耽误了 什么叫做中国梦 说你看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 咱们一不留神成为世界强国了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大 可是咱们的这些海外华人 跟那个中国崛起大潮还没什么关系 咱们也没出上力 咱也没赚的钱 咱心里边觉得好像有点 是不是咱们 咱们失去了点什么 所以我在想 如果咱们这些华人 要是能把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业 跟中国这个改革 这个崛起大潮 连起来 推波竹篮 你们觉得是不是 这中国梦就实现点了 好了 好 Mile 谢谢大家